我都没做任何其他检查 大夫手一摸 就说你这个肯定是了 林秀兰心已明白 乳腺癌意味着自己可能要失去一侧乳房 但真要她面对这样的事实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真正一切掉的时候 有点压力 什么女同志醉那什么的 觉得好像洗澡啊什么的 反正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上大同学去 乐观爱美的李秀兰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买的那种假的硅胶 塞在这个咱们的行照里边 这样呢还稍微 还能够给自己能那什么的点 起码我外转上看 还像一个女性 手术以后 李秀兰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但是接踵而来的治疗费用 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危机 李秀兰的丈夫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为了给妻子凑钱治病 也想尽了办法 家人的支持让李秀兰又有了信心 没想到手术后的第四年 厄运再次降临在李秀兰的身上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 更为严重的是 李秀兰80%的下肢神经 已经受到了压迫 下肢都烫了 而且大小便失禁了 完了我想 爱已经站不起来了 非常沮丧 她觉得她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她需要帮助 需要别人的照顾了 因为她是很独立的一个人 想到自己以后的日子 都将瘫痪在床 并且还需要别人的照顾 李秀兰觉得无法接受 我回家以后 大哭了啪了小眼 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豁然开了 这人呢就说你弱他就强了 你要强了他就弱 我为什么不能跟他赌一把 我要跟他抗争 针对李秀兰的情况 医生给他制定了一套 适合他身体状况的化疗方案 针对病人的已经不可能治愈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针对改善他的症状 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那么一种这种治疗 那么他做了孤心的化疗 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 最痛苦的莫过于化疗 这也是很多病人过不去的坎 李秀兰在艰难的挺过了四个疗程以后 终于迎来了一线曙光 李秀兰的脚逐渐开始有了知觉 在医生和护士的鼓励下 李秀兰开始尝试重新站起来 进去记住 保兴的皮肤 填痱 砍 小砍 可以 用 importantes 有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